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事件 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这个事件当我open的时候 所以open就是说它开启的时候 我习惯在这个中间 sub开头,sub结束 中间按一个tab 表示下一阶 再输入home.show 按空白键就好了 那当然后面其实有没有发现它有个参数 不过这参数一般比较少要 叫model 就是它的模式 那如果说当然你要在按F1 里面在VB找这个设计里面也是一样 你要在哪边show show在正中央也好 或者最大化或者最小化等等的 这边当然有一些相关的参数 各位可以参考 那参考的方式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一个什么 按一个F1 那底下的话应该都会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说明 show后面 注点 说明有点不是很完整 应该后面 假如说是早期的VB的版本 都会有一个模式 应该要怎么下 下它的参数 ok 这部分我们再看 好把这地方呢把它自己的存档 存档之后我再把这个档案先关闭 关闭之后呢我再试试看 因为我在那个open的地方呢 撰写程式 所以呢理论上我关闭之后 下次开启自动就开启了 所以我关闭之后的话呢 还在开启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有按钮就直接可以开 那如果没有按钮的话呢 变成说要关掉再重新 它又可以再启动起来 好就可以直接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计算之后 然后呢可以也一样嘛 把这个部分的话再做一个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的部分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